救護人員站在消防車上 利用繩索以及破壞工具 花費33分鐘 好不容易把夾在排風機 和升降梯之間的工程人員救下 並立即對他進行急救後送醫 無奈仍舊回天乏術 這起公安意外15號凌晨 發生在國道3號北向 28.8公里的壁潭隧道內 一名女性國道工程人員 在隧道內進行風扇維護工程 不料在操作升降梯上升時 疑似沒注意到與風扇的距離 導致她被夾在升降平台與風扇之間 當場失去生命跡象 警銷到場後立即封鎖 北上全線車道 老檢處出判 死亡的工程人員疑似 對機械操作不熟悉 才釀成悲劇 對於這個勞工 到底有沒有必要的訓練 那另外有沒有訂定相關的SOP 那未來這個機械本身有沒有故障 也是我們未來要確認的一個重點 現在要求施工單位停止作業了 根據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 雇主如果沒有做好安全衛生設備 致勞工發生死亡職業災害 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病科新台幣30萬元以下罰金 至於意外發生的原因和過程 還在調查當中 記者彭新美 張志仁新北報導 致勞工智甩 打耳機械 這樣是有限度因此 有限度過程 有限度過程 連任座 撫折去